罗沙琳卡特是美國第39任總統卡特的夫人 當地時間周日她在家中逝世 向妻瘦96歲 消息曝光美國總統拜登和第一夫人 集合都在第一時間向家屬致哀 今天她在家庭上放在家庭上 我跟她的父親和家庭都在訪問 她是一個很厲害的家庭 因為她們給了辦公室太榮幸 外媒報導 羅沙琳卡特今年5月被診斷出失聚症 兩天前開始接受安寧照護 當地時間周日就傳出離世消息 不過逝世時所有家人都在身邊 也沒有太多病痛 羅沙琳18歲就嫁給前總統卡特 兩人相伴超過77年 太太逝世後前總統卡特也發出聲明 將一生成就歸功給太太 不過由於前總統卡特目前已經高齡99歲 同樣在家中接受安寧照顧 太太離世也讓外界更加關注卡特的身體狀況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